我們就答案揭曉 請 是不是要先排啊 對不對 凱翔仙 對啊 我覺得臺北市一定是蔣萬安 會對到黃珊珊 安安vs33 那等一下 我先插嘴 羅志強不可能嗎 不可能 然後我甚至都覺得強哥 可能到最後會以大局為重 他根本不會去登記參加初選 這個可能性 還是他會選高雄 我覺得他選桃園的機會比較大 那我到底不是今天講嗎 是不是都過了 我們一個來的 我太急了 然後民進黨 我覺得鄭立軍 可能會是一匹黑馬 那林家人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鄭立軍 對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現在 現在在檯面上的人物 陳時中基本上在臺北市是出局的 他在臺北市裡面 然後他其實他的操作 他看起來也是以臺北市 漸行漸遠 因為為了民進黨 整個大盤的需求 民進黨的整個大戰略是要把柯 是一直在找柯文哲捉對撕殺 然後一方面是要把柯文哲 民眾黨的聲勢打高 藉此讓國民黨看起來更弱 更弱 但是因為地方選舉 畢竟國民黨其實大家知道 其實現在國民黨雖然都被大家罵了一文不止 但其實國民黨在地方縣市議員的席次 還是遠遠多過民進黨的 所以就是在地方層次的選舉 國民黨那種長期那種幾十年的經營 他的力量還是存在的 所以民進黨非常清楚 在地方選舉 在九合一這樣的層次 他不是中央層次的 他要先壓制的 還是主要敵人 那叫國民黨 所以現在他不斷地在打柯文哲 把柯文哲的聲勢打高 把聲勢打高 然後他操作的點就是 就是疫情 防疫疫苗 讓陳時中成為那個箭頭 去壓制柯文哲 可是有些攻擊 那個其實對臺北市民來說 以臺北市民的素質來說 那是看不下去的 你在那邊硬在那邊騙大家什麼高端的飢餓行銷 然後找民視三立的記者去拍什麼大白長龍 以為是什麼賣作片 大家在排隊 原來是要搶打高端 這太反制了 太反制了 那所以這樣子 我覺得陳時中 他越早曝光 他其實反而是一種轉移焦點 跟吸泡火的角色 到最後在過完年之後的一兩個月 兩三個月之中 一定會有我們現在沒有想到的人 林家長是個可能性 因為林家長畢竟很多派系會支持 但是我覺得鄭立軍 鄭立軍的形象 可能跟蔣萬安比較類似 然後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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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脅性 可能會更大 而且他會是天降奇兵 會出現一個出現一個意外的效果 那陳建仁呢 也很多人點名他 陳建仁是高端高端先生 有用嗎 陳建仁早就出局了 高端先生好不好 他如果還有用 他現在就會出來了 那吳怡農呢 吳怡農 吳怡農 先是不是先先戒掉一些 那個不好的一些東西 不要在那邊腦袋斷線或什麼的 我昨天看一個新聞 到底哪些東西啊 我昨天看一個新聞說 你不能小看Omicron Omicron就是很多人講說 Omicron就輕症 像感冒一樣 可是英國研究 有四分之一的英國人 得過Omicron痊癒之後 腦袋會出現腦霧的症狀 什麼叫腦霧症狀 就是說就是注意力不能集中 然後工作的時候 就覺得容易倦怠 然後常常腦袋會斷線 然後就是接不上話 對 忘詞接不上話 那我就強烈懷疑吳怡農 是不是已經得過了 很有可能得過 我本來懷疑英國研究 可能是因為英國人每天在喝酒 那個四分之一腦霧 注意力無法其中 可能是宿醉 但是又不能排除吳怡農 出現這樣的症狀 是不是已經得過Omicron 所以你覺得目前呢 這個綠的最有可能的人選 就是鄭麗君和林家龍 我不敢說最有可能 這個凱翔有點作弊 只是我覺得 我們可以提兩個人選呢 你也可以寫五個啊 那五個都不中 也蠻厲害的 沒有 我覺得我不敢講是誰啦 反正我也沒有一定要贏 一定要贏 只是我覺得我現在看來 現在在檯面上被人家講到爛 講了大半年的 大概最後都不可能會他選 好啦 那白的一定會有人選嗎 白一定會有人選啊 你要從整個民眾黨的角度來說 民眾黨這個新興的政黨 然後講說他在全國要怎麼樣 但其實他這一局 就是看臺北市 他臺北市選砸了 這個黨就親民黨化了 然後柯文哲的二零二四也不用想了 所以他一定勢必要在臺北市鞏固 一定的實力 一定的 一定的戰果出來 那你就一定有得又跟母雞 那母雞就是就是黃珊珊 不管你怎麼辦 然後大家四散 小雞 小雞各自對不對 老鷹來了 小雞四散奔跑 然後各自保命 這不可能是啊 陳建仁的高端爭議 完全就是最堵爛這件事情的 就是年輕人 因為他所有民進黨 這半年的疫苗政策 就是強迫年輕人 你就是注定要打高端 很多很多人後來撐到最後逃掉 打BMT 那也是在一個心不甘情不悦的情況之下 所以他們就會非常 就是如果你拿高端 這件事情來炒作的話 在網路上的高端是一個笑話 被拿來當笑話來講的 就講說你是高端仔 你是死忠仔 什麼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在地方層次 他沒有那麼多抗中 寶臺的元素存在的時候 那很多事情 會回到一些事情的本質 各個事件的本質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情可怕沒有那麼好操作 那那我覺得 我覺得棄保效應這件事情來說 其實民眾黨的特性 我不覺得民眾黨不會棄保 我覺得民眾黨棄保的特性 可能跑得比誰都快 因為其實民眾黨的選民 也非常年輕 而且這些年輕人 他們的特質是什麼 我們還記得十二月十八號的時候 那時候民進民眾黨 自己在黨中央裡面針對公投 到底是四個兩好兩壞 還是什麼什麼的 然後到最後所有黨員做下去民調 沒有一個鳥他們的黨中央 宣布都是四個同意 所以後來民眾黨自己在公投的口號當中 從兩好兩壞改成兩好 後面兩個不講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的選民 其實高度自主 他完全不會因為你今天 好像珊珊背了一個 背了一個民眾黨會 他就飛投你市長不可 我覺得到最後這個選舉 棄保效應非常有可能出現 然後就是市長票全部跑光 但是民眾黨的席次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斬獲 因為他們的選民 就是他們選民有多少 這件事情是一個問號 就能投出多少票不知道 可是分裂投票的狀況 可能會比我們想像中的明顯 所以那蔣萬安的年輕選票 我現在不敢講 我覺得現在的狀況 現在國民黨要用民調來策劃 可能都會失準 因為從這三 從一月 十二月到一月這三場敗仗之後 你看那個政治人物聲望調查 國民黨的政治人物 全部微服下挫 但如果你把分項拿開 你會觸目驚心 他在不會投他的民眾黨 民進黨的人當中 聲望微服上升 民眾黨也上一升一點點 而且國民黨的對 對侯友宜 對盧秀燕 對朱立倫 對馬英九就不用講 全部中錯 都是都是掉在國民黨人身上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可能要看一下 後續的反應 就是他能不能找回這些人來 不管你現在去講什麼中間選民 講什麼年輕選民 我覺得都已經有點本末倒置 我覺得陳穎信跟羅志強不錯 就是就是我覺得國民黨 其實真的要把越年輕人推出來了 然後我們就是到最後 對其實就是過年擦顆打魂講也有趣的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要認真選的話 就是真的要往年輕人上面去挖 你就不要一直在排那些老將回鍋 那些什麼什麼的 我覺得那就沒有意思 尤其是在 尤其是在勝算不大 然後你你真的需要深耕的選區 就讓陳穎信去選 就讓羅志強去選 甚至不要讓強哥空降高雄 高雄也要從自己的 自己的不管是市議員層級的 或是真的真的在地的 有什麼地方上面的 然後有意願的 然後形象好的 從那裡面去找人 每次都是從臺北丟人下去選 那你把高雄鄉親當什麼 或是每次都是找那些 曾經在馬政府時期輝煌過的人 然後再回來選 那你的年輕人在哪裡 我覺得就是這個思維邏輯 要先抓住這個大原則 那其他的再說